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本身一份都很稳定的工作 但是工作时间很长 一要到上班就很不想起床上班 对大部分成年人来说 工作占人生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 如果你每天上班都是觉得枯燥乏味 即是说你起码三分之一的生活 是没来生气的 Pauline中五不业之后 就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 跟很多女生想法一样 以为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是最好的出路 但是做了九年OL之后 她越来越觉得在工作里面 找不到满足感 我在会计的工作里面 收入发觉也很稳定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真的很满 九二九一就觉得 我应该发觉另一个兴趣 Pauline从来都没有想过 每天陪她解门的狗仔 竟然令她有机会发挥所长 曾经有一次带她的狗仔去冲 她冲完之后 她很害怕很紧张 我觉得既然她那么害怕 那倒不如我自己学吧 我用亲身的力去跟她做 跟她学 跟她剪 我想她会开心点 Pauline学了宠物美容课程之后 发现自己原来有能力 帮到狗仔扮靈 于是在八年前 毅然放弃稳定收入 自己开了一间宠物美容店 我做会计我不会觉得有兴趣 只不过我真的觉得 每个月月后我就会有良出 至于做宠物店 我可以发挥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者我自己的兴趣 其次就是我可以教别人 喂 你需要不需要换一只我们的狗 它会好一点 我知道 我克服不了它 到现在Pauline已经有三间店 而每个星期 又会到小童群艺会做课程导师 训练一群代业青年 学习宠物美容 可以说 她比以前做会计的时候更忙 休息的时间更少 你看看自己 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white carrier Pauline很投入自己的工作 每当发现自己 可以应付到不同的挑战 她自然会有一种 比吃喝玩乐更开心的感觉 我觉得快乐 就是可以将自己的兴趣 变成一种专场 现在我有了这个专场 我还可以回味这个社会 教到年轻人 我觉得是很大的满足感 除了工作以外 其实在任何生活环节 我们都可以发挥个人的长处 增加对生活的满足感 如果再进一步 将长处用在做福社会 那人生就更加有意义了 你们两个叫做孖宝吗 对 对 霞姐和保莲这对孖宝很喜欢笑 她们的专场也是带给人欢笑 年多前 她们参加了香港南区 爱心村计划做义工 平时负责在区里面派下传单 宣扬木伦的重要 她们都想不到自己的专场 可以帮到周围的人 而彩瓶就是其中一个 我对人已经没有兴趣了 我都不想见人 生不如死 我中痛苦的滋味 有谁知道 彩瓶在香港没有亲人 三年多前 她和丈夫的感情发生问题 之后又幻想柏金信静 有一次她企图跳楼被救回 经医生证实她有抑郁症 霞姐和彩瓶住同一栋楼 知道彩瓶的情况之后 就和保莲上门探她 我一初见到她 觉得她的人很瘦 而且头发没有梳 很连 很骯髒 说十句她才回答我们一句 虽然第一次探访的时候 彩瓶也不愿意和她们聊天 但是这对孖寶也没有放弃 第二次 阿霞和彩瓶来探我 她要求带我去公园 还作了一首歌给我听 人生不愿受 受传福之受 现在不是他们知的 我根本没有那么快爬得起身 从那开始 我就了解到人生 不可以那么容易轻生 看着彩瓶的转变 令这对孖寶明白到 即使是屋邨师奶 都可以对社会很有意义 我见她一次一次 比一次好 我做义工 我的感受更加开心 更加觉得自己有自信 自己原来 在这个世界上 有少少用的 探了阿霞之后 我就会留意 周围鄰居的人 看看有什么需要 我来帮忙 行出行入都要留意 过去三年 在香港公立医院和诊所 接受治疗的抑郁症患者 上升了近三成 自杀个案 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预防胜于治疗 最佳预防方法 除了个人要积极培养正面情绪 也可以在社区累积快乐资本 世界卫生组织里面说 防止自杀 人人有责 即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扮演他的角色 而每一个人 一方面令到他自己 不会自杀 而另一方面 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天使 每年一度的太平清照活动 就最体现到 长洲居民的团结精神 很多居民参与活动 都是不计酬劳的 在长洲住了三十多年的曾先生 觉得要团结社区 首先要鼓励小朋友 投入社区活动 你会看到很多小孩去担旗 做飘飞 或者舞狮子 或者帮忙做义工 这个来说 就是他参与社区第一步 当他愿意走出第一步的时候 你是会引发到其他人 都会根据这个好的方向去做 令到整个社区来说 都是和谐 是 长洲一直是度假的好地方 但是早年 因为有人在这里租度假屋兴生 而被传媒大幅报道之后 由居民经营的度假屋生意 曾经大受影响 五年前开始 长洲居民就自发 在社区建立一个互助网络 有没有人吗 试试进房子 是 这个互助网络 由居民、社工、警方等 不同界别的人士一起参与 如果留意到有举止以上的人 他们都会提高警觉 譬如在度假屋的经营者 去观察到可能自杀的人 他们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警方 由我们警方再和社区上的社工 或者自然区的联络 希望打烧了念头之外 也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跟进的工作 不用两海都接近了 对了 你看到他们也有狗狗 凭着凝聚力 这里的自杀个案大幅降低 好像在2004年 只得一宗非长洲居民自杀个案 长洲虽然有一个很小的岛 但是胜在人情味很厚 正呀?今天正呀? 哦 那就差一点了 或者 譬如我租到客户 是比较的 那些行家就会打电话给我 说声给我听 叫我留意一下 这样 团结就一定是有力量的了 喂 买饼吃啊 美女 谢谢 我们最重要是拿个心出来 关心周围的人 身边的人 因为远的你救不了 身边的人你可以做得到 你就出来帮忙去做 去关心一下人 只要每个人多一分关心 整个社区气氛可以完全不同了 在长洲这个成功的例子 就被我们看到 虽然每个地区都可能不同 但是只要你对那个地区 是有个心 是在走多一步的时候 其他地区里面的时候 都可以做这个仿效 哲学家怀海德说过 生命有三个目的 首先就是要生活 然后是好好地生活 之后就是更好地生活 只要我们不断地为自己加油 累积自信 乐观 希望 这些心理资本 生命的目的 就一定可以达到 受到情绪困扰的人士 请致电以下而线